4月3号强震灾后重建科部容缓 不过在9月18号强震受损的瑞穗乡奇美文物馆 灾后修复工作也备受地方关注 瑞穗乡公所表示 目前完成震损香品并向上提报争取 获得公共工程委员会核定572万元 进行文物馆建物耐震补强作业 乡长吴万德表示将权力改在今年的年底完成 两年前的0918强震震损的瑞穗乡奇美文物馆 当初提报县府专程中央工程会 以耐震补强方式修复文物馆建筑 不过至今灾富工程却都没有动静 引发地方关注 瑞穗乡公所表示 去年提报县政府争取获得公共工程委员会 核定572万元 进行文物馆建物的耐震补强作业 乡公所建设客也在今年度完成了地震降频报告 乡长吴万德表示 也将权力赶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0918这个地点 我们去年文物馆有受损 我们现在有去申请耐震补强这个工作 现在耐震补强的经货也落下来 我们给建设客在整月 现在整月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 我们开始要做了 现在我们就 让我们的乡亲 有一个较好的地方 来提供我们的文化和活动 目前齐美文物馆暂时封闭不对外开放 而至于馆内各项展览活动 使用者暂时迁移到吴赫原住民产业推广中心来办例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 期待员 前面 踢